熟悉和不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 朱元璋头号小弟徐达死于吃烧鹅 而虾仁却穿越到明朝抢了徐达烧鹅 谭王 你刚才救了老夫一命 你要什么开口即可 但是事情一马归一马 事关我家小女的清白 你还是得给我一个交代 此时虾仁什么也没说 反而想着更进一步的和徐达打好关系 好让他不再提起此事 甚至心甘情愿地将女儿送上 于是虾仁掏出一本书 神神秘秘 这又是什么东西 这本书名叫计孝新书 是儿臣诺写的兵书 这这这绝对的好书 确实很厉害 比起孙子兵法 五目一书 更完善更细节 老子一定要好好研究此书 日后杀光的小岛的贼寇 其实计孝新书那可是明朝后期七季光的神作 朱元璋时而欢笑 时而皱眉 时而点头 搞得徐达在一旁伸长脖子 很想拿过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兵书 能让堂堂开国皇帝如此惊喜且势态 陛下 您看瞒了没有 微臣也想看 呦哼 行行行 借你看看 记得小心点别弄脏了 老八 咱记得你从未上过战场吧 小样就知道你会有这些疑虑 父皇 儿臣确实没上过战场 但素来喜欢写文章和研读兵书 嗯 我听说你经常设宴 请些大乳小将讨论政务军事 研究兵法阵法 陛下陛下 此书真乃神书也 陛下 微臣斗胆他应此书回家研究 日后再战达达必定一雪前耻 天得呀 这是咱说了不算呀 徐达恍然大悟 心想这个痰王似乎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不堪 想我容麻一生 自认为在兵法方面少有敌手 但是我自己恐怕写不出这样的兵书 可谭王只有16岁眼 论才华远超小女徐妙计 或许那件事没必要追究了 谭王殿下 兵书能否让老夫他应一份 岳父大人莫及 这只是上半册 待我今晚 解王后半册 再交由您随便踏印 什么 这只是半册吗 老八 你说还有下册吗 对 后半册 以火器为主 不过需要配上图纸 我需要点时间 好好好 老八你放手去做 遇到任何困难尽管来找咱 此事就交给你和魏国公全权负责 你们配合好尽快做出火器 父皇 指示 咱一会让王景洪给你拿十万银两过去 不够你们直接去找户部 陛下 咱们军营若是更新火器 微臣有幸 新一年内搞定周边小国 谭王殿下 你可真是咱大明的福星了 此时徐达再次打量着瞎人 心想小小年纪竟有如此才华 家义时日一定可以登至顶峰 貌似可以顺水推舟 让妙景嫁给瞎人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朕的儿子如此优秀 许你家女儿委屈你不成 天得 咱明天让老八上你家门提进去 这么快 咱是大哥 你要听我的 这事就这样安排 三弟 咱是看在多年兄弟的份上 才把我这宝贝儿子给你当女婿的 别人可没有这样的待遇 这么好的女婿要抢送 那老夫可就不客气了 我照单全受 既然陛下开口了 那微臣同意 妙景 睡了吗 爹 陛下是否动怒 有没有惩罚瞎人 妙景啊 陛下听门此事后并不生气 而且爹觉得谭王殿下 其实也蛮不错的 谭王殿下 还蛮不错 爹 你提见进宫的趋势呢 我日后如何见人啊 要不你考虑以下嫁给下人 他是谭王 堂堂八皇子 有自己的封地 至今没有王妃 你嫁给了他 当个藩王妃那也挺不错的 我不喜欢他 丫头 你是真糊涂呀 谭王马上就要强势崛起了 这么优秀的男人你往外推 你是不是傻 不敢 我不叫 爹你也累了吧 明日还要上朝 早点休息吧 爹 你中邪了 去去去 你爹正常得很 原来是下朝后 死缠烂打从朱元章那 讨来一份踏硬板的上策 老爷 谭王殿下来了 快快有请 谭王殿下快请坐 谭王殿下 这鸳阳阵中标的图案是什么意思 崩弃吗 对 是一种竹子兵器 用来对付倭寇最合适 一提到倭寇老夫就来气 这群不开话的猴子 几年来屡屡侵犯我东南南海地区 就在前些日子陛下派去使臣 居然被他们斩杀 并将头颅悬挂于海滩之上 徐妙锦身为名将之女 他也听闻过乌坏 恨不得随父上阵杀敌 只可惜他一个女儿生 父亲是不可能让他参战的 岳父大人放心 小小倭寇不足为惧 什么情况 一夜的功夫 他就管你叫岳父了 你居然还能欣然接受 明明我是受害者呀 父亲你是被猪有梦了心吗